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在未来这条大学之前的路上 至少要走得一帆风顺吧 所以以中为始 到底怎么样能进入到自己梦想的大学 那我们接下来掌声 有请薇薇老师分享 国际教育 如何通过升学规划 帮助孩子直通梦想 掌声欢迎 非常高兴这次有机会 能和大家一起做一次教育分享 我和花生米爸 其实我们是 女儿都是在同一个学校 所以我们其实是家长的身份 今天的分享的内容 是基于我三重身份的一个分享 首先第一个身份 是作为一个英语教师 我是有二十多年的英语教学经验 之前在中国是高校的英语老师 教授是英语专业和语业 所以是比较教学 来到清迈之后呢 也是基于英语方面的 就转为国际方面 国际教学的一些英语教学内容 比如说学术英语 还有就是国留学语言培训 还有就是一些考试方面的 第二重身份呢 是和大家一样 我也是一个国际学校的家长 刚才讲到我和花生米一样 我们都是美制国际学校的家长 我的孩子一个是一年级 还有一个是十年级 之前大的在IB学校有四年的时间 现在在美制也已经有四年的时间 利用家长的这个身份 在这些学校这个过程当中 我是充分了解了IB的体制和美制 第三个身份的是 作为NACAC美国大学招生班的 专业教育顾问 这个身份是基于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看到了留学生在国际学校 生学的一些障碍 看到了教育生学规划的 教育的重要性 于是一年多两年的时间 攻读了加州大学分校的 一个生学教育课程 得到了一些系统的生学理论 并且学以致用 把这些教育生学的规划 融入到日常的教学和家庭教育当中 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是我在清迈这几年来 所教授的一些学生 在清迈的这个教育 国际教育平台 我看到的 他们所能达到的一些平台 从这里来看 我们的孩子 进入到国际教育平台 他们的方向 他们的潜力一定是无穷的 意味着我们的升学 可以多国申请 那特别是疫情这几年来说 很多人把目光 除了放在主流的英国 加拿大 美国之外 还会放到香港 新西兰 日本 澳洲 还有泰国本地的一些学校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些学生的案例当中 我印象最深刻的 令我感觉 印象最深刻的 有两三个学生 第一个学生 他是从八年级的时候 从国内公办 转到国际轨道 刚开始 语言是相对来说比较薄弱 那么经过完整 四年的学术英语的巩固 和升学规划 他最后考到了英国 其一项梦校 专业排是第四 仅次于建桥牛津和伦敦大学 而且他考虑的项目是三加一的项目 三年本科再加一年的实习 也就意味着他毕业出来 就可以从事专业的工作 第二个学生也是八年级的时候转轨 前面几年感觉在学校都非常不错 成绩也是属于中等 但是到了IB体制 最后两年 我们把叫做毕业文凭 IBDP 那两年过程 第一个月就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障碍 每天回到家都是哭 第一个月的上课的状态 是属于这种状态 后来经过我的诊断 发现这个孩子 他的学术英语 是没有达到IBDP所符合的要求 于是给他调整学习的策略 帮他加强了语言和学科方面的一些培训 经过两年的密集课程 还有最后的升学规划辅导 这个学生因为他的基础比较薄弱 六门IBDP的课程 他最好还是放弃了一门 等于就是拿不到猪 只能拿DP课程证书 那么我们在这两年的过程当中 一个个的关卡 先解决语言问题 过亚斯托福 第二个再考美国的高考SAT 再通过他的IB的考试和申请大学 大家猜猜他最后去到了什么样的学校 他的方向是美国 最后是去到了一个美国 他意向的一个大学 是以NCAA 美国国家大学生运动的身份 拿到了巨额的奖学金 进入到自己的梦想 学校那下一个原来一开始 就是对上IBDP的课程都没有信心 但是到最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这些学生他的这些经历 让我非常的感触 今年唯有待的学生当中 已经有一个学生拿到了牛津大学 今年的申请 已经有一个学生拿到了牛津大学的两封面邀请函 应该是今天和明天12月 我们刚刚完成了另外一个美国的一个加州大学生 申请藤校的研究生的这个要求 刚刚完成 所以这些学生的案例当中 让我感觉到感触的除了关注我们孩子的学习之外 我们作为国际学校的家长 要有一个比较科学的升学规划的意识 我们的孩子他们进入到这个国际教育平台 他们的潜力一定是无穷的 他们可以往多方向去申请 你最后达到什么样的平台 你可以去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高的梦想可以是顶级的大学 最基本的就是达到符合自己的条件的一个平台 但是我认为规划是非常非常重要 找规划 找准备 制定合理的目标能够找到更加适合的一个平台 那么这个升学规划 从家长的角度来说 我们该怎么去思考呢 首先我们把眼光放到最后一年 我们中学最后一年 高中最后一年 大学申请所需要具备的一些要素 第一个是高中成绩单 我们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第一个所要准备的是 高中成绩单从九年级到十二年级 第一个学期 因为升学风期是在十二月份 一月份那时候最后一年可能还没有出来 所以要覆盖四年 也就是我们说的GPA 第二是看在完成核心课程的前提下 学生有没有选取一些大学先修课程 这个大学先修课程的概念就是 在中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学习 但是它的难度相当于大学水平 可以转换一些学分根据学校的大学的政策 那么这里的大学先修课程包括 IBDP六门课程 IB体制的所有的最后两年的 DP的六门课程都是相当于大学先修 那么美制里面的就是AP 英制里面的A level还没有完全达到 但是也是属于荣誉课程 级别也是比较高的 第三个要素是根据不同的学校 不同的国家方向会有所不一样 但是这些都有可能会存在 是标准化考试 ACT是最常见的 这个相当于美国的高考 对于现在疫情之后的政策 虽然很多学校已经取消了SAT 或者是变为可选 但是现在疫情过后 它的趋势又是SAT的重要性 现在慢慢地又变回来了 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有条件去参加 我是建议大家去 可以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准备 好 第四个是对于英语非母语的学生来说 我们需要准备 或者是必须达到的一个语言水平的 用测试来说最产生的就是亚斯托福 或者是Dolingo等等 在有一些学校里面 我们如果孩子在国际学校 已经完成了四年 四年以上的英语授课的课程 可以替代 但是对于很多学校来说 只要你的英语非母语 那么你就要去出试 下一个是老师的推荐性 一般是两封 个人简历 课外活动清单 这个包括了个人的成就 才能 领导力 社会活动 义工等等体现 兴趣爱好才能的体现 是面试 如果是艺术生 或者是特殊专业的 可能就要准备一个艺术档案 叫做Personal Portfolio 可能有涉及到一些艺术作品 不同的一些收集 还有一些其他相对附加的一些文件 这个是我们的孩子 在大学申请的时候 需要准备的一些元素 那么这些元素 它不会在最后的两年 你能够自然而然地去获取 需要我们长期的一个探索和培养 那么如何规划 总的来说 我认为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我们孩子的语言基础 这是英语 如果选择来到 英语授课的国际教育平台 那么我们的语言一定是要过关 这个语言并不仅仅是 简单的听说读写能力 而是要具备学术阅读 学术写作和一些思维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IBDP体制里面 十一年级是需要写一个 可能就是四千多字 相当于一个个人的一个研究 那么这种学术写作的水是 说孩子最后两年就能培养到的 他根本没有时间 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就要特别关注他们的语言 不仅仅是基本的听解 更加注重于他们的学术基础 第三个呢是科目的兴趣探索 大学的时候我们会慢慢地去区分自己的文科理科方面的方向 那么我们利用孩子小的时候去充分探索 去广泛地去探索科学 社会科学文科 艺术不同兴趣的一些科目 真正能够在做选择的时候 他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 第四个呢就是 对于一些社团体育 义工等课外活动的一些培养 这个是需要一个长期性的 功利心不需要这么长 从慢慢地探索当中 找到孩子喜欢做的 并且要让他坚持去做 积累到一定的时间 我们的孩子会更加全面和自信 一些考试的准备 最重要的过程就是在最后11年级的时候 就要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大学申请 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非常关键 那么把它回到不同的阶段 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和准备 小学方面我认为重要的就是 巩固加加实实的语言基础 这个就是一开始去解决听说 课堂的这些理解 科目的英语的一些拓展 这是最基本的 那么比如说小学的低龄的孩子 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英语阅读 每天让他坚持阅读 15分钟半个 会有一些英语阅读水平的一个 比如说蓝丝级别 它其实并不是说你越高或者是越低 它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水平 就是你到小学毕业的时候 你的蓝丝级别基本上都要达到1000多 那么你进入中学以后 你学起科目英语的时候会没有那么吃力 所以小学的 如果家里有小学生的家庭 请关注他们的这种阅读的习惯 还有阅读的一个强度 第二个呢是培养学习和技能 这个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当我们进入到国际体制的时候 我们的孩子在学校所受的教育方式是不一样的 是需要他们很多东西需要他们独立 比如说独立地去查邮箱 独立地去完成作业 老师给你一个截止日期 你必须要在那个时间自己对自己 自己完成 自己也负责任 而不是说家长来去做一些沟通 第三个呢是刚才讲的兴趣和习惯 然后一个呢就是建立身份认同 这个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 在家庭里面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场所 让孩子得到自己的一个身份认同 而在学校里面 他可以更自信地以自己的一个身份 去和同龄人去和老师打交道 关注我们孩子的心理健康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及时给他们一些引导 和让他们成为一个有责任的人 然后不断地拓宽自己思维 探索培养 可以去参加一些学校的一些社团 运动会等等 充分地去探索去享受 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比较快乐的家庭氛围 是一个建立学术基础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 如果说小学 我们把语言最基本的 听说读写和思维建立起来之后 到了中学我们就应该去花很多的时间 去强化自己的学术技能 比如说学术阅读 学术写作 开始意识到课堂学习 和高质量完成作业的一个重要性 因为我们平时看最后的九年级到四年级的这个成绩单 这个成绩单GPA就是这个平时的这些作业 考试测试是体验出来的 那么作为家长的话 我们可以及时地和老沟通和孩子沟通 了解孩子每一个阶段的学业进步 如果遇到问题 要孩子们去解决商量对策 如果是超出自己的 要跟学校去跟专业的人士去求助 还有就是培养我们的孩子 计划组织和时间管理能力 那么对于这一季 在升学辅导的过程当中 我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题 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 是自己人为的造成的一个障碍 就是时间管理 一般比如说像我们升学 像12月1号24点是美国的时间 我们的孩子可能到最后 就等到23点50分再来提交 就是不最后一刻 他是没有办法去把它做成 这种时间的管理的 其实是对整个学习的效率 影响特别大的 所以从日常的生活当中 去培养我们的孩子 时间管理问题 鼓励他们去参加 和探索不同的社团 参加不同的一些活动 要多和孩子沟通 以同理新的方式去理解 欣赏和支持我们的孩子 我认为家长就是家长 爸爸就是爸爸 妈妈就是妈妈 我们不能够替代老师的角色 当孩子他遇到学习障碍的时候 你第一个反应应该是 以家长的身份去关心 去理解自己的孩子 而不是去纸备 比如说很简单 我带的孩子 他拿到考雅思 得到了六分 但是之前他的基础 可能是四点五分 那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啊 好棒 你这几个月 要这么大的进步 非常棒 但是家长听到 第一个反应就说 那么没有拿到七分 他可能就觉得六分 跳到七分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后来我告诉他 听我说 这从六分跳到七分 很有可能需要你花一年 持续地学习 才能达到的 就是你不能够轻易地就去否定孩子的这些努力和成绩 所以作为家长 很重要的一点是 以同理心的方式去理解和欣赏支持我们的孩子 中学阶段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青春期 那么也要注意我们孩子的心理问题 社交问题 以最好的方式去支持 这个时候也是拓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除了一些学校的一些资源 课外的一些资源之外 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丰富的网络学习资源 比如说一些在线的一些学习 像我经常用的像TED Cosra EDX这些一些课程 可以充分地去让孩子们去尝试 去了解一些不同的一些专业 高中阶段最重要的 升学规划 如果说前面的小学和中学阶段 都是一种积累和沉淀 那么最终实施应用后的14年 所以我们经常说 4年规划 4年规划 就指的就是 9到12年级的4年规划 首先我们要保证自己的孩子 能达到中学毕业的条件 也就是说 他们能够顺利地去完成一些核心的课程 要达到一个毕业的条件 每个学校的网站上面 都会有很仔细的一个说明 你必须修满语言 多少年 二外多少年 文科 理科 艺术类 体育类 这些是最基本的 我们把它叫做核心的课程 每个体制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是相同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 从9年级开始 就可以去慢慢去评估 根据自己孩子的去水平 去选择我的孩子 能不能够去修一些 大学先修的一些课程 可以修多少门 讲到这里 我们在选择这个的时候 并不是越多越好 如果是要选大学先修课程 第一 孩子能够达到先修的条件 第二个 这些课程对于他讲来大学的这种专业 是一个辅助性 是他兴趣爱好的这个专业 招生官在看你的这个课程的时候 他会看你的课程设计数量 但是最重要的是看你的一个 最后取得的一个成绩 并不是越多越好 如果你选了AP 但是最后你只能拿到两分 其实并没有注意 孩子的压力也会非常的大 所以四年的规划 总的最重要的来说 我们会有一个核心的一个课程 对于IBDP的这个体制来说 其实就是最后的六门课 这六门课分别 语言A 语言B 文课 就是社科类 科学类 额外 还有艺术类的 这个艺术类第六门是可以选也可以不选 根据自己个人的兴趣爱好 年级里面 九年级是继续提高自己的课内 学术阅读 学术写作 探索 探索自己的强项和兴趣爱好 保持自己的学术成绩 刚才我们讲到九年级的成绩 已经是要往上报了 然后慢慢开始了解毕业的要求 制定四年的计划 比如说从课程的这个选择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大学 一些探索 我喜欢大学 我喜欢什么样的职业生涯 那么达到这样的一个职业生涯 我要在大学里面选什么样的专业 这个专业对什么要求 它对数学要求是高还是低 对理科要求是 比如说你想当牙医 它的先修课程是 你必须要有生物 还有化学 你的数学是要高等 那你在设计这个时候 你就会有所测重点 而不是到了11年级12年级 那个时候科目已经定下来 你可选的方向就不是那么多了 那就是九年级的时候 我们可以重点培养自己的一些领导力 这个时候经过前面中学的探索 我们的兴趣已经稳定 才能也慢慢出现下来 如果孩子有比较领导力的这种表现 可以鼓励他去进行学生会的主席领导人 去建立自己喜欢的一些社团 慢慢地去体现 也可以开始去选择一些比较适合的下校 来去拓展自己的阅历 父母可以随时保持和学校的沟通 并不是说孩子到了越高年级 你可以不理他 你可以不用管他的学业 但是一定要了解他在学校的情况 可以保持和学校的这种沟通的流畅程度 关注孩子的学习状态 因为这个时候很容易 遇到比较高的压力的时候就会崩溃 那么这个时候要及时去从家长的角度 去排解孩子的心理问题 十年级继续 OK 然后这个时候除了前面所说的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到十年级就要开始去真正地去交谈 自己的一些毕业的计划 比如说我们选择美国方向 还是加州 美国方向还是加拿大 还是英国方向 还是泰国等等 就是这个不同的方向 就意味着你留学的路径会不一样 美国它对于这些兴趣爱好活动的清单要求会比较高 如果是英国的话 对学术的要求特别高 像我的这个学生 他为什么能够达到牛津大学的这个高度 能够得到面腰 他最重要的就是他做了大量的学术活动 主要是做一些他的课外的活动都是围绕着他的兴趣领域展开的一些学术小协作研究的 那么美国的话能会要求更加全面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加州系列它就有十个一个个的去体现你的领导力 体现你的兴趣爱好才能成就 高的一个GPA 讲到这个GPA 大学的招生他看你的GPA的时候 他并不是越高越好 他其实是看你四年整体的一个趋势 如果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四年间有一些波动 允许他们有一个波动 不要看到孩子遇到一点点下降了 对 有很大的压力 要从长远的四年的来看 他如果整个趋势是上升或者是比较稳定的 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条件 所以不用担心中间的有一些落差 实际的话就可以去在PSAT考试 去聊自己的一些学术水平 为更好的下一步学习来进行一个准备 然后呢去找一些下校 讲到这里 到十年级还有十一年级的时候 我们在选下校的时候 就可以有一些非常有竞争性的一些下校项目 比如说YYGS耶鲁青年一些科学营 不学营等等 那么这些有竞争性的下校项目 一般是针对十年级或者是十一年级 而且他的申请就像是一个迷你申请一样 他的要求所有的条件和大学申请的整个条件是一模一样 甚至他的要求会更加高一些 比如说我刚刚给我我们家女儿 耶鲁大学的今年学者 他的要求是甚至比大学的要求 本科要求要更高 那么让孩子参与这种 如果有达到条件的话 让他们参与这种下校的申请 可以让他很快地就知道 我要达到什么样的条件 我才能够申请这些顶级的一些学校 到这样还可以去探索 像英国它就有一些学术探索营 那么可以去尝试 反正就是让孩子如果有条件 就让孩子们去尝试 还有一些网络的下令营 利用暑假的时间 我们也可以让孩子们去尝试一下 十一年级是最关键的 一会儿我们另外一个专家会提到整个时间线 我在这里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概括 十一年级因为我所带的孩子 这个我就知道这个十一年级是要有行动 前面只是在说在探索 但是到十一年级 你走的每一步都非常非常的关键 到十一年级刚开始 就要慢慢确定自己的大学清单 这个已经不是说大概哪个方向 你要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学校的清单出来 去考察这些学校它的要求 在针对自己的一些要求 我应该要达到学分要求是什么 我需要SAT或者是什么考试 需要达到什么样的分数 什么时间段进行申请 这些就已经是落到实际上的一些行动 对于家庭来说 十年级确定国家方向 你就可以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财政计划 因为如果要考虑留学 家庭的财政计划是非常非常关键 像现在美国留学 一年的学费现在是非常非常的高 六万多八万多美金 只是一个学费再加上生活费 这是一个常见的 一年下来真的是几十上百万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早一点去进行一些考察 如果有条件去申请一些注金和奖学金的一些机会 然后也可以去讨论不同的国家 它会有不同的一些财政的一些计划 可以考虑在十二年级的时候 去参与一些实习 社区服务技能学习 十一年级也可以继续去参加一些下校 到十一年级的时候 已经要看家考试了 雅思托弗语言如果需要的话 十一年级把它解决 如果是要考SAT的话 也是尽量十一年级下半年把它解决 因为十二年级最关键的是专注于你的申请 还有最后的考试大考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在个人的探索方面 这里是我所列的一个表格 因为刚才我们每一个孩子 他的知力是不一样 你所能达到的平台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最美好的一个画的一个梦想 是基于自己本身的一个梦想 那么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个目标 我们从九年级开始 就可以慢慢地去建立一个学习者的一个档案 首先是对自己进行一个评估 我到底是学术型的还是才能型的 我喜欢研究型的还是喜欢技能型的 然后慢慢地去找到自己的一些目标 目标的一些大学 然后开始计划你的考试 和开始最后的一些课外活动的一些策划 坚持暑假的安排 最后进行一个反思 慢慢地去探索 这个阶段可以从九年级开始 就把它作为一个材料的一个整理 和建立自己的一个学习者档案 如果是申请美国方向的话 像美国有一个申请平台叫Coalition 它是从九年级就可以在上面注册 上传一些资料的 十二年级 十二年级从暑假开始就已经很忙很忙了 暑假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要开始去准备自己的个人申请 个人申请当中 其实前面清单都已经列好了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 因为它不同的学校申请的节点会不一样 我们在申请的过程中 有的学校可能会早申请 有的学校会申请 不同的国家 它的申请平台不一样 所要的材料也是不一样 即使有老师在指导 或者是有学校的老师在指导 但是实际上每一步都是需要自己去做的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孩子整一个时间表的概念 还有执行力 这里为什么我说安排管理时间的这个 是从小去培养 让孩子去建立自己的一个时间表 并且按照这个时间表去进行 而不会显得太被动 最关键的过程 其实最后就是在于申请的这个技巧和时机 前面所有的铺垫到最后一年是最关键的 那么我们从家长的角度要时刻的去参与 和不是过度参与 但是一定要关注孩子的这些申请的一些进度 了解他们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障碍 帮助他们去解决 回到我们最早的一个就是高中 最后我们拿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去准备 大学的这些基本的一些要素 前面这两个是我们的基础和学术竞争性 中间是我们的考试能力 一个是要让自己证明自己具备语言水平 第二个是证明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一定的学术能力 用美国的这种标准考试 然后推荐信 讲到这个推荐信 比如说你要申请理科或者是数学专业 那肯定是找自己的这个专业的老师辅导 帮你写 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可以让老师多了解你 在课堂上多一些关注自己在这个课堂上的一些表现 让老师对你多一些了解 有力的推荐性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包括这些看似很简单 其实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的一些个人简历 个人简历能否充分地体现自己个人的一些优势 个人的一些特点 而不是千篇与虑的这种模式 还有如果是要面试 比如说有一些学校它是要求面试 这个面试是一定要提前去做好准备的 那我的学生牛津的时候 我们从7月份 他定下来牛津这个目标开始 我们从7月份是已经同步在做这个事情 而不是说等到他11月 因为他11月20号 26号才得到这个通知 12月6号就今天和明天两次 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准备 已经是半年前就开始准备是个人档案等等 回到我们的今天主题 我们怎么去通过一个 助我们的孩子去进入理想的梦想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需要有一个合理科学的一个 升学规划的一个意识 并且把它转换到 到我们日常的一些家庭的教育 和学习辅导中 我们的孩子 他进入国际教育的平台 他是可以多方面的选择 会有不同的路径 供他们选择 只要你合理的规划 科学的规划 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 找到更适合他们的梦想学校 好 这个就是我的内容 非常感谢